莫文蔚这晚为一个商场担任 圣诞亮灯仪式嘉宾 活动上还获圣诞老人送上礼物 很有节日气氛 今年是社会復常后的第一个圣诞节 Karen在公在私都很忙 已经有连串计划度过佳节 今年会回到我老公的家乡 回到德国 过一个很传统的欧洲Christmas 应该很多人都很羡慕 在德国过圣诞节 因为那个圣诞气氛应该很浓 是真的很浓烈 会是一家人 很温馨的 然后奶奶会煮很多食物 圣诞大餐 圣诞大餐是圣诞节会吃的 但我也不知道那些菜是什么 而且它会做很多曲奇饼 圣诞曲奇是很好吃的 而且会布置圣诞株 这次是否会留在那里一会儿 然后回到香港 到处就会在香港 是 所以会很匆忙 因为现在还有很多工作 在身后就要赶回去 Christmas其实很忙 然后又要赶回来 说到最近周星馳为足球题材新片招务女演员 被问到有兴趣饰演什么角色时 Karen就说有兴趣挑战魔鬼教练 即是有魔鬼身材的教练 一向身材吹爆的Karen 早前在爬长城市仲化身猫女 大叔鲜鲜肉腿被网民激赞有营薄 我几年前开始就觉得 不如做一个我的分身出来 是一个超级英雄的概念 就是我喜欢猫 还有一个像猫女形象的超级英雄 很性感 但当然她是有一个 她的mission 她是要拯救世界 拯救一些野生动物 保护环境 这个是其实我自己一向很着重的东西 所以就觉得可以做一个超级英雄人物 来更加发扬光大这个信息 今次又有这个机会可以买Bear Brick 又有Black Panther这个character 我觉得就不是莫猫去做这件事 今年Karen举办展览 庆祝入行三十周年 因为反应很好 所以有意延续到其他地方 不过Karen就对内容大卖关子 下一站我就不说着 但是很快的了 下个月十月就会发生的了 是在我们附近的地方 有没有想过在德国开演唱会 有这样的机会当然是好 因为其实最希望可以 将自己的音乐 带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如果真的有明天可以在德国开演唱会 我觉得一定要加很多古典音乐的元素 因为他们的古典音乐太厉害了 而且我自己都很喜欢 将一些pop music 混合一些古典音乐 或者中乐的元素 拆出一些新火化 刚才都说有很多工作 会不会再有高音乐上的工作安排 可以跟大家 因为最近也有出新歌 所以也会有一些表演的工作 顺便可以唱一首新歌 因为这首歌《月光光》 是一个跟我以往做开的歌 是很不一样的 它是摇滚的歌 又不只是我一个人去参与这件事 总共有四个人 跟MC Jin 他负责rap 然后James Lee 然后张琦 做了一首歌 做了一首歌 是很不一样的 很多元素放在一起的一首歌 很喜欢 每次我们在台上表演 真的很开心